大家好,我是Casper 歡迎來到這一集的開箱日誌 過年快到了,大家是不是要開始準備要大掃除啦 今天呢,我來跟大家分享一款清潔方手,那就是 就是這款網路平價CP值非常高的Bouch高壓清洗機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吧 當你打開箱子之後,會得到以下這些東西 噴槍一支,噴槍接管,噴槍插座 450毫升的泡沫噴嘴 還有噴射噴嘴與旋轉噴射噴嘴 還有3公尺的自然水管,與水管固定環 還有6公尺的高壓水管,還有過濾器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主機本體啦 那我們就開始組裝跟實測好不好用囉 Let's go OK好,那我現在已經到院子啦 那我現在要來開始先組裝的是噴槍的部分 非常簡單,就是卡上去就可以了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這個卡上去,然後選擇你要的噴嘴 這邊有個按鈕,按下去 然後卡上去,就OK啦 下一步就是要來組裝水管的部分 我先來裝高壓管 這邊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然後管就可以插上去 然後在主機的後面,也有一個洞 這是插高壓管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給它按下去,插上去 就OK啦 然後現在要來裝的是低壓的水管 先把它的過濾器鎖上去 過濾器鎖上去之後呢 再來接低壓的水管 那因為我家裡本身就已經有低壓的水管了 所以它附贈的我先暫時用不到 這個就是我家裡本身的自來水管 就是最常見的那種,黃色那種 它一樣是可以裝的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頭 把它這個轉鬆喔 就可以把它塞進去啦 然後鎖緊 把它在這裡卡上去 好,這樣子就算是最基本組裝完成了 那我今天要來示範清洗的東西 那就是我的摩托車啦 剛好它實在太髒了 所以可以趁這個機會把它給洗乾淨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OK,開始沖垂啦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車子給沖濕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使用它的 接下來就是泡沫接頭 泡沫接頭 泡沫接頭就是在這一個噴頭上面 再把這個泡沫接頭給它接上去 好,接上去 然後呢,把它這個泡沫罐給它打開來 然後把你的汽車精 給倒進去 哇,好香啊 來看看它的這個泡沫效果好不好 那我現在已經把我車子給簡單的清洗一遍 來測試一下 這款Borge的高壓清洗機到底好不好用 那我的心得是我覺得是非常好用 因為它的體積這麼小 非常好收納 然後它可以產生的水壓 我覺得也是 滿夠一般的家庭所使用的 像洗車啊洗地啊都非常好用的 然後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就歡迎幫我訂閱跟分享啦 掰掰 分享一款清潔幫手 那就是 那就是 你手不會上去嗎 好重 等一下,我不能笑 好重